早晨 今天是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正圈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和谭海运 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美国总统大选如何左右的市况 我们会谈谈的 另外就是业绩期 我们稍后会看看一些餐饮股的表现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美股上日的情况 比股向下 道指一度跌超过400点 道指低开后一度跌404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257点 收报41,794点 标指收市跌0.3% 收报5,712点 纳指向下跌0.3% 收报18,179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亦是向上升1%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 苹果公司再被股神巴菲特投资旗艦巴棍大手减次 苹果的股价一度跌1.4% 收市跌幅收窄 Amazon和Meta都跌超过1% Tesla一度跌4% 收市跌幅收窄 NVIDIA微升0.5% AMD就要向下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都是向下 腾讯、阿里和美团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为低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升穿72元 看区外围方面 日经早段都是向上升200多点 最新报38,290点 首业终合指数跌16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跌46点 新西兰硬10成份股指数升5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方向都不是很明确 变毒是不够1点的 转头到原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现在和聶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美国的大选在香港时间傍晚6点 就会正式开始有一个实体投票 现在看到民调方面 其实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度 仍然势均力敌 这两天不少人的焦点 就放在中西部的艾尔瓦州 因为这个州一直过去两届的选举 都是特朗普的票仓 两次都叫做甚至是轻松取胜 最新现在一次民调就显示 赫锦麗在特朗普 即是觉得稳代的站里面 赫锦麗就是在民调里面胜出了 有少少side track就是 特朗普对这次民调 其实是非常愤怒的 就说不应该公布的 但anyway 新闻也是流出了 现在看到这个过去觉得 不是摇摆州份的州份 民调比赫锦麗领先之后 其实最新看到特朗普交易 就有一个降温的情况 譬如美元就会有一个下跌的情况 以及比特币也有一个下跌 这次我们除了看着总统选举之外 其实那个在参议院和众议院 那个控制权落入这一档 其实那个结果都很难了 就是被认为是 不确定性极高的一次选举 大选就今天举行 但一天未有点票结果 其实都还可以部署 有两方面的分析 要是特朗普赢 要是赫锦麗赢 如果真的好像早前 有特朗普交易出现的时候 大家预期特朗普赢 就会意味着美股和美元后市 都会继续冲高 好 今晚开始的时候 就是开始了投票 但未有点票结果 会不会还有什么部署建议 可以在下一刻做下去呢 其实形势上就相对复杂 正如Wendy所说 用五五波都没什么走计 以这个形式来说 变成如果现在去做部署的时候 跟买铺大小就没什么分别 当然按着刚才的民调来看的时候 似乎赫锦麗赢面稍稍高一点 但可以去考虑 如果特朗普当选的时候 市场会认为它会比较积极去推动 美国的经济增长 也从上一次它就在任的时候 那个网绩来看 大家对它经济上的指挥 信心大一点 所以如果它当选的时候 相对短期美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声势 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它的取向是积极地减息的 所以相对 这个也对于美国的经济刺激 会有一个帮助 相对于何锦麗当选 大家会看会倾向用拜登的方针 因为基本上都是沿用民主党 对于经济表现来说 是会温和一些来做一个推动 所以暂时去看 如果特朗普当选 美股反弹力度会强一点 但相对 如果是何锦麗当选的时候 局势上都明朗的 对于美股来说 是会倾向靠运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来做部署的时候 如果相对是稳定一点 可以买一些银行股 这个类型会比较安全 因为经济表现是好的时候 相对上这类型的金融股 就会强行向好 但如果大家对于特朗普胜选有信心 可以买一些科技股 因为对于息率的敏感度来说 就会比较高一点 好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星指数是向上的 昨天高开78点 早段一度要转跌 最后收市升61点 收报20567点 科技股指数收市升超过1% 收报4532点 成交回落到1162亿 北水连续第三日 录得正流入 星期一金额有32亿8千万 小米持续有北水正入 金额到4亿5千万 另外信达生物取消了出售附属公司的交易 股价反达超过一成 有3亿7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吉利汽车和中移动分别有超过3亿的北水正入 彭信也继续有北水正流入 正流出方面 赢富基金有11亿9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星期四公布月职的中心有4亿7千万的北水正出 大事方面 昨天下午新华社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正式召开 他会说了很多不同的议题 有些是学前教育等等的方向 其中和财经相关的 他说到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致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 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作了这个说明 这就是一个短短的一句交代了 昨天会议也有讨论到债务上限提升的问题 但没有说到具体金额或者有些细节 而大事走势上 恒指就继续在十天线水平培会 现在在等待三大件事 第一就是今天即将发生的大选 香港时间星期五 就会公布联署局的议息会议结果 人大常委昨天开始开 开到星期五 你预期在这几天的日子里面 是不是港股都会在一个责幅和低成交的背景下 上上落落的 至少今天就会是 因为其实没有一些确定性的消息 当然如果你说今天是人大开会的时候 忽然间有些政策上的惊喜 就倾向对于港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振 现时的形势上去看的话 下个星期出现的一个明国方向 就会有机会比较大 其中一样就是联署局的议息 大家基本上都预算减四分一 这个对于人民币的走向稍微有一些帮助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特朗普胜选的时候 市场估计中央是 稳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推动力度会增加 这个相对对港股会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所以下个星期 倾向利好的机会会比较大 暂时去看的时候 恒指也继续在20800点这个位置的阻力都会比较大 这一两天可以预计都是一个几百点的上落 介乎在20200到20800点之间摆动 谢谢大家